狐狸猫和同学们一起去宜兰校外教学 第一站,大家来到有名的企丽珊瑚博物馆 看着展厅内美丽的珊瑚雕刻品 狐狸猫不禁发出赞叹 哇,原来用珊瑚可以雕刻出这么漂亮的作品 狐狸猫,你猜猜看,珊瑚是植物还是动物呢? 嗯,珊瑚都是一动不动的 又有很多像树枝一样的分支 我觉得比较像植物耶 其实珊瑚是动物哦 咦,可是它们看起来真的一点都不像动物啊 狐狸猫,你们在讨论什么? 小树蛙说珊瑚是动物,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哦 看似一动也不动的珊瑚 其实里面住了许多小小的珊瑚虫哦 更关键的是,珊瑚无法像植物一样进行光和作用 而是利用触手来捕捉猎物获得养分 因此珊瑚不是植物,而是刺丝包动物门的动物哦 咦,为什么不叫珊瑚动物门啊? 我知道,那是因为珊瑚会用触手上的刺丝包捕食啊 没错哦 动物跟植物最大的差别是动物需要摄食 所以动物会有摄食构造 可以利用这些构造来进行动物的分类 除了摄食的构造外 我们还可依据外观来分类哦 像是刺丝包动物使用具有刺丝包的触手捕食 软体动物身体柔软不分解 环节动物身体细长,分成外观相似的很多节 节肢动物身体也分节 但是每一节的形状和功能都有所不同 扁形动物身体扁平 棋皮动物的身体外层则具有极的构造 哇,动物的种类也太多了吧 真的是非常多呢 等我们遇到的时候,再来一个一个慢慢介绍吧 那我们人类属于哪一种动物呢? 人和生活中常见的猫、狗、鱼等等 是具有脊椎的脊椎动物哦 脊椎动物又能分为 鱼类、两生类、塔虫类、鸟类和哺乳类 人类则是其中的哺乳类动物 而刚刚我们介绍的那些动物则是不具脊椎的无脊椎动物 老师刚刚说,珊瑚用触手捕食 触手上有刺丝包 那珊瑚的触手长在哪里呀? 刺丝包又是什么呢? 刺丝包动物在口部周围有许多的触手 所以看起来就像放射状 触手上有刺丝包 刺丝包内有刺丝囊 刺丝囊里面有紧密卷绕的刺丝 在攻击时,刺丝会翻出伸展 将毒液注入猎物体内 所以刺丝包的构造可以用来防御 还有协助捕食哦 而且刺丝包动物都生活在水中 像是水母、海葵就是刺丝包动物哦 听说被水母遮到会很痛 就是刺丝包的毒素在作用吗? 没错 这样听起来 水母和海葵都是柔软的动物耶 那为什么珊瑚的质地是硬的呢? 珊瑚比较特别 它们会分泌出坚硬的碳酸钙骨骼 这也是为什么这里能有漂亮的珊瑚石展示啦 离开珊瑚博物馆 大家到苏澳海边散步 狐狸猫和小树蛙很幸运地捡到了一个海螺 我觉得海螺应该是老师刚刚介绍动物分类的时候 提到的软体动物们 我也这么认为耶 不然我们去找老师求证一下怎么样 老师你看,我们捡到了海螺 我们觉得海螺应该属于软体动物 这是对的吗? 没错 海螺确实是软体动物 但是老师很好奇 你们是透过什么特征 判断它是软体动物的呢? 软体动物的名字 会让人想到身体柔软 海螺就是身体柔软的动物 而且它和刺丝包动物不一样 没有放射状的出手 你们回答的都很棒哦 软体动物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们都有柔软而且不分洁的身体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有坚硬的外壳 可以保护身体哦 像是陆地上的蝸牛 迷地里的文革 海水中的乌贼 都属于软体动物 感觉不同的软体动物 外壳的形状都不太一样耶 像是海螺跟蝸牛 都是螺旋状的外壳 人格则是有两片外壳 乌贼 咦?乌贼有外壳吗? 乌贼的壳藏在背面的皮肤下哦 所以在使用整只乌贼的时候 从它身体拉出来的那一片硬硬 有点透明的东西 就是乌贼的壳吗? 可是我们在吃章鱼的时候 好像就没有看到像是壳的构造耶 狐狸猫说得没错哦 乌贼身体里拉出来的反状构造 就是它的壳 而章鱼的壳已经完全退化了 是少数没有外壳的软体动物哦 行程的最后 大家来到豆腐侠观赏海岸风景 狐狸猫和少数蛙 发现远处的椒岩上 有几个钓客正在挥钩钓鱼 感觉在椒岩上的视野更好耶 老师,我们可以去礁石上走走吗? 擅自进入礁石区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哦 而且,这个区域的浪又大又强劲 很容易将人卷入海中造成蜜水事件 原来是这样 那我们还是在安全的区域散步就好了 对了,老师 海钓也是使用蚯蚓当诱饵吗? 不是哦 海钓用的诱饵叫做海虫 那海虫又有什么特征? 属于哪一个动物们呢? 海虫其实是沙蚕的俗名哦 沙蚕属于环节动物们 环节动物们的身体多数都是细长、柔软 它们最大的特征就是由每一个环节都相似的分解 那,除了沙蚕以外 蚯蚓和水质也是环节动物的成员吗? 没错 仔细观察的话 就能发现它们的身体是有分解的哦 今天已经介绍这么多动物了 我来验授一下大家学会了多少吧 答案为D 水席有放射状排列的触手 触手上有刺丝包 是刺丝包动物的外观特征 水质则是身体细长、柔软 而且有分解的环节动物 都答对了 看来大家都学会了 结束海边散步的活动 大家坐在车上 复习学到的各种动物的知识 一、动物可以依据外观及摄石构造分类 二、无脊椎动物 包括刺丝包动物门、变形动物门、软体动物门、环节动物门、节肢动物门与脊皮动物门 三、刺丝包动物门的体表 具有刺丝包 可帮助防御与捕食 且生活于水中 四、软体动物门的身体柔软 有些具有坚硬外壳 不同物种的外壳形态 各有不同 五、环节动物门的身体分节 细长且柔软 每个体节外观相似 结束了一天的行程 狐狸猫回到家时 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 狐狸猫看着餐桌上的菜肴 发现有些是今天学过的动物 同学们 想一想 生活中还有什么和今天学过的动物种类有关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 我们下次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出品 这就是问题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